這位大家也不意外叫做川普 幾天前他就在七大工業國的高峰會G7當中 那麼一樣是對這個打擊恐怖分子 自由貿易跟其他六個會員國取得共識 但是有個項目 美國就是不肯同意 川普說過好多次了 對 這個項目就是氣候問題 由於川普一直都拒絕支持巴黎氣候協議 因此七個會員國當中就只有美國 到現在還沒有做出任何的決定 所以德國總理梅克爾就認為 這一次的會議之後他非常不滿意 不只他 這個義大利總理 在這個G7之後 也因為覺得川普很不合群公開的抨擊 只不過這一次梅克爾轟得更大力了 不過川普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他覺得氣候變遷就是一個這個騙局 他下個禮拜會做出最後的決定 對 其實川普之前就有說過 他認為全球的氣候變遷 是中國大陸主導的一場騙局 因此一度是要考慮退出巴黎氣候協議 所以下個禮拜他到底會不會順著 其他六國元首的意思 來決定這個氣候議題 他到底要怎麼做呢 其實這個問題還是很大的